娘娘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我要咽死 你又做梦了 吓死我了 不过 万一我还在那个鬼地方怎么办 飞飞飞 等我说三个说 就一定打工考证 一二三 怎么又是你 娘娘您不能再睡了 都晌午了 你跟我说实话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这么骗我 娘娘您说什么呢 奴婢是您的天生丫鬟 从小跟着您一块长大的 您就算怀疑神 也不能怀疑奴婢我呀 奴婢对您衷心一片 您怎么就不记得了 小样 戏挺好啊 您还跟我说实话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我加倍给你 奴婢怎么可能收别人的钱 奔派你呢 你怎么说 我是太好伤人心呢 我怎么才能穿回去啊 对了 死 电视剧里演过 死了就穿回去了 娘娘你怎么了 娘娘你快起来呀 娘娘你别吓我 娘娘 我等着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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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着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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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回来 让我开花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要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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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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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泪满散 你为什么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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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你回来 太子妃算个屁啊 就老子现在这副样子 给我武则天我也不干 娘娘娘 娘娘 武则天是谁啊 代公 娘娘 救命啊 我不回悠悠 我要厌死 我 不 小松子 是微臣 娘娘 实在是症状罕见哪 小松 去去 小松 鹤顶侯有吗 有 快点来 惠娘娘 鹤顶侯乃是剧毒 一滴致命 无药可救 少废话 快拿来 娘娘 此药使用的手续十分繁琐 首先要娘娘书面申请 然后经过太医院民主讨论 吴济明投票选举 将结果呈给内务府 再由内务代表大会呈给皇上 再由皇上签字许可 方能使用 我 你 娘娘 给 你们别打了 我 娘娘饶命啊 别不给 别打了 娘娘 饶命啊 娘娘 娘娘饶命 饶命 我给还不行吧 我给 娘娘 给 娘娘 给您喝顶红 娘娘 娘娘 别打了 哎呀 娘娘饶命啊 饶命啊 娘娘 你别打了娘娘 饶命 饶命 饶命啊 不要 你 孙太医 我终于要死了 我终于要死了 姑娘放心 此药虽不是臣 事先准备好的假贺灵红 但也并无剧毒 此奈微臣 想要献给太子的 恭维福音 金歌 男人吃了以后 更持久 更坚定 十分安全 没有副作用 而且没有不良反应 但女人吃了 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绿梨姑娘 你只需服侍娘娘 稍作休息 极可痊愈 我教你极可痊愈 想自杀 怎么就这么困呢 那些脑残骨装戏就是不尊重史实啊 笑什么呀 娘娘 奴婢总算是明白了 你呢 这是在用苦肉计呢 还苦肉计 我真是苦逼呀 娘娘说什么 奴婢可不懂 不过呀 娘娘暂可宽心 奴婢今日听到消息 太后听说娘娘情绪不稳 怀疑是江应悦那小妖精 蓄意陷害太子爷和娘娘落水 已经震怒 现在呢 江氏那小贱人被关进圣宁宫 被太后教训得可惨了 不知道受了多少刑罚呢 落水 您说什么 没事 您接着说 好 我说到哪儿了 现在呀 太子爷和赵王还在圣宁宫外跪着求情呢 您说 赵王担心那小妖精 巴巴的在那跪着也就罢了 毕竟是自家媳妇 咱太子爷去跪个什么劲啊 这不明买着给赵王添堵吗 也给娘娘您添堵啊 哼 那个江应悦 光是摊上蓄意拉太子下水这一条 就很有可能被处死呢 处死 你是说落水的事是陷害 可能会把人处死 是啊 娘娘 走 去看看 娘娘 娘娘 您这么斗着昂扬就对了 真是太残酷了 太后太有才华了 好烟啊 来人呐 上第十六种刑罚 ций 你 你 ней - 你 太后 каким创 太原了 太原了 儿子 染 瞧瞧 瞧瞧瞧 瞧瞧瞧 滚